虽然您顶了我半天 但是我仍然对您才有好感 谢谢您 你觉得我们哪块的业务 跟你比较匹配呢 您这块可能也涉及到 体育这个板块 是我们有体育的 对 然后我还对杨总比较感兴趣 我觉得你对前两家 还能理解 你对一家投资公司感兴趣 是想做什么 因为我觉得 投资公司的话 肯定离不开金融吧 我就更认为 因为我觉得任何的生意 包括任何的实体买卖 最终都会离不开金融 金融这块 所以我特别对这块很感兴趣 而且我平时也会很关注 这个板块 也就是说健康产业 和投资产业 你都感兴趣 对 因为我觉得 你要求薪资多少 在提薪资之前 我想先考核一下他们 我相信他做到 现在的这个程度 肯定是有他的过人之处的 只是说他可能太着急了 有点太急功近利说 我告诉你们 我执这个副总的位置 可实际上太差强人意吧 不是他想那样 他应该要真正学会范围思考 我们就是依次来吧 好吧 因为我认为一家公司当中 最重要的是他的灵魂 那一家公司的灵魂是什么 就是他的企业文化 那从李总快速地说出 您公司的企业文化 立刻说 科技引领未来健康 好 下一个 我们公司如果以我先生为核心的话 好 下一个 都把它说完 他在厂商对每一位企业家 以及对自己 包括对主面试官毫无尊重 他没有领会到一个服务行业 应有的这种对客人尊重 或者说是他天生的应该有服务意识 然后反而说在这边咄咄逼人 对每一个跟他质疑的人 都是以这种刺猬的方式去反攻回去 杨总 来 辛苦你一趟 我们企业的话是希望在人工智能领域 投出对人们的生活有影响力的独角兽项目 谢谢 李乐 我们本来特别特别想帮你 但是我觉得我现在真的是有点无能为力 你是求职者 没有错 今天在场的所有人 大家都是平等的 就请大家都互相尊重 不要用你觉得说 你是来应聘副总的这样的一个思维 去惯性地要求别人在言语上太强势 这样的话我们想帮也帮不了 很无能为力 那您就先休息会儿 谢谢 我希望把我对真实的一面表现出来 即使他们不喜欢我 即使他们都给我灭灯 我也不想委屈求全 表现出一种他们想象的那种感觉 你 小叶 你们刚才为什么要回答问题呢 我回答他干嘛 那种他 我的问题很重要 你们自己对自己没有要求吗 你乐乐 我们本来特别特别想帮你 但是我觉得我现在真的是有点无能为力 你是求职者 没有错 今天在场的所有人 大家都是平等的 就请大家都互相尊重 不要用你觉得说 你是来应聘副总的这样的一个思维 去惯性地要求别人在言语上太强势 这样的话我们想帮也帮不了 很无能为力 那您就先休息会儿 谢谢 我希望把我对真实的一面表现出来 即使他们不喜欢我 即使他们都给我灭灯 我也不想委屈求全 表现出一种他们想象的那种感觉 你 小叶 你们刚才为什么要回答问题呢 我回答了 他为什么要回答这个问题呢 你们自己对自己没有要求吗 你乐 我就想问是这样 他们回答问题是为了尊重 来让我回答这个问题 真的 我觉得你们为什么要回答这个问题呢 你先冷静一下吧 他是一种居高临下的态度去回答 我认为不管是企业家 还是说作为公司的管理者 都不是靠说出来的 也不是靠端出来的 而是靠干出来的 而不是靠你自己身上挂着一个董事长的职位 或者你身上挂着一个副总的职位 别人就理所应当地去顺从你 没关系 你如果要是觉得 他的言语当中有不尊重 你可以选择不回答 对 我可以让他不回答 你可以选择沉默 对于不尊重的行为 最好的方式就是不理睬 他就没有任何的可以彰显和显示他的地方 你要是一旦理睬 你就中了他的技 你就是傻子 第一轮选择出来 好 好 我有点我特别不明白 本来我不想说的 其实你从上台开始 一直以来 无论是从服装 行为都是彬彬有礼的 让人感觉是很gentleman的 但为什么在后来的一些细节当中 反而是跟绅士有特别相悖的一面 展露出来 因为我觉得这是我的真性情 现在很多人以我是真性情为由 不尊重别人 伤害别人 还说我这人就这样 这就是滚刀肉 就是没教养 我对这个选手的生气的点是 他在浪费公众资源 我们需要给那些真心想找工作的人 留下岗位 这种秀的人让他来干嘛 我们还去配合他 对 浪费公众资源就是犯错 好 谢谢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